自从1959年以来 不断有古巴人想方设法离开自己的祖国 每年都有大量非法移民死在去美国的海路上 为了救助海上的难民 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大量的救援船 甚至连美军驱逐舰也加入了搜救行动 偷渡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大量别出心裁的难民 2003年美国海岸警卫队抓到12名企图偷渡到美国的古巴人 他们将老式卡车改装成货轮偷渡美国 不只是打卡车 偷渡者还曾用简易木筏 汽车内胎 冲浪板 救生圈 别克汽车和出租车改装成偷渡船 自制各种渡海工具前往美国 这些车船在被拦截后 都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早晨沉入海底 但其实偷渡这条道 第一个他们向往的欧洲美国并不都是天堂 你到这儿去之后很多时候取得不了合法身份 往往被当时的一些黑帮所控制 或者去打黑工 收入非常低 甚至不明不白的在当地就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有可能客死他相都不知道 就是你到这儿去也不一定是天堂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整个偷渡这趟线啊 显向欢声 充满着各种不可知的风险 我们就拿这次意大利海难这个事情吧 就是这些偷渡客 百分之七八十呢 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像尼日尔啊 这些个地方的人 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变卖自己的家产 给这些偷渡的组织者舌头 这帮舌头是非常贪婪的 往往这么一个人 就这都已经是难民了 要他们多少钱 人头费大概就五百美金到一千美金 这是在穷困的非洲 就经常这些倾家荡产 把房地全卖了 都不够 好不容易把这钱凑上来 有人说那么不给舌头钱 我自己往过走通过这 这些舌头啊 和地方那些武装都有勾连 你想 不跟舌头互相勾结 通过这些地方几乎不可能 甚至有的自己跑过去了 都到了这个利比亚和这个 就地中海洋岸一带了 要被舌头发现 你是自己想偷渡的 那毫不留情把你除掉 甚至把你杀了之后 失守在那失中 那么 首先一道关 并不是海上 而是要经过撒哈拉沙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沉船事故 严重的超载 正常那个船上可能装的人也就是二三百人 你装了七八百人 说当时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靠近这船的时候 这些舌头为了躲避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船上这些难民往另外一侧赶 结果造成这个船不堪负重 侧过来了一点点沉了翻了 所以就是舌头为了赚更多的钱 那是往死了往船上塞人 就不管什么地方都能塞下人 而且这里头有相当多的人 有可能根本到不了目的地 就没有海难事故发生的话 有可能就死到船上了 我们不少朋友可能还记得 当年这个往美国运黑奴的过程 很多人看过一些电影作品里边描述的 那就是舱里边阴暗潮湿 还经常混合着那种废气也柴油气那个味道 把人往里塞的越来越多 最后都喘不上气了 有很多人窒息闷死到里头 或者在船上一旦又有传染病发生 一死死一片 这些舌头残忍到什么程度呢 谁要死之后直接扔海里 为啥船后边跟着杀鱼呢 为啥鱼得了 所以像这样偷渡的事呢 也不光说这趟海运线上 舌头是不管你偷渡客的死亡的 因为这些人本身就都是违法的 所以他怎么处置 这都属于法外之地 所以在整个这个偷渡过程当中 显向还生 最后九死一生能够过了这关的 那是少数人 还有更多的人在道上就没了 或者海纳 因为你看着不要选择冬季 在地中海这偷渡 因为冬季说地中海相对风停亮静 可是大海我不知道 哪有那么多准处啊 而且这些舌头驾驶的船只呢 那不是什么设备精良的大船 有很多船只都是被淘汰了的 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 稍微有点风浪起来 很可能就得丧身在大海里